呃各位大家好呃今天呢我要做一个可能是我在足球视频里面最大胆最为嗯最为大胆最有风险的这么一个节目 那就是我要说一说周二的比赛周二就是周二的示娱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韩国那么呢就是这场比赛呢与其说比赛本身我觉得这个比赛赛前赛后赛中的一些场外事件它是更值得我们去说到的而且也确实是更有流量流量的那么那么一部分 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要对此说说我自己的点评啊这些观点以上那以上的这个内容啊只是我自己的观点所以说呢也可能是可能是对的可能是错的如果是错的话希望各位见谅啊就是这些观点各位可能不是很可能各位不是很喜欢但是呢我觉得呢我还是要说一说因为毕竟老憋在心里面嗯心里面毕竟不不舒服那么 首先呢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比赛这个比赛呢对国足就是0比3输了由于过早的被判罚了点球这导致呢国足呢完全无法以防守反击的贯彻之间的防守反击的战术那么这场比赛的失利呢那也是可想而知的 而且呢就是咱说实话从排面上来讲国足全队身价500万韩国全队身价16000万这就零头的零头了就就如此巨大的巨大的差距那说实话就没就没什么希望能赢 而且就是说以国足对网跟韩国的战绩来看对吧17年也也赢过嘛对吧17年赢过像以国足以这种实力悬殊的队伍对吧交手若干次能赢一次那我我真的可以说也算不错也算是合理了也算是这个合理 合理的这种情况就没什么可喷的因为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一提就是非得说说什么对吧你看欧洲足坛那也以若胜强啊对吧那不也败人不也被什么得饼求罪淘汰了吗对吧那可可见以若胜强是可以的那只是得国足做不到而已那怎么说呢以若胜强那是打十四出一次 打十四出一次这种情况对吧那对吧拜人打得打得领十四出出一次被人家以若胜强这场比赛就是中国韩国从里现在差距很遗憾就是这么大差距那我也用不着说对吧我也我也用不着遮遮掩掩对吧咱们都是球迷他们都是中国球迷中国队什么情况我们都知道韩国队什么情况我们对吧看五个 大联赛那也是能知道他们什么情况如此就韩国队现在有亚洲最好的球星就这么简单就日本队对吧你可以说他整体很强但是韩国队他的球星牌面更更高这也是真的那所以说对吧国足对吧踢这么多少对吧上次17年那会赢了一次他挺好的够了那说实话就符合符合概率了 你在我们说上苛球其他事他们也做不到对所以说这场比赛也就这样因为毕竟我们这个中国队本次就是说这个系列赛的目标就是争这第二主要对手是泰国新加坡这两个而第一场的我们在泰国主场赢了 对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要对泰国新加坡两场比赛要胜利的话那么最难的肯定是泰国打泰国最难的最难的就是泰国主场那么这场我们赢了那么这个呢我们的这个是有优势的对吧是有优势的 虽然说接下来的比赛不能掉以轻心但是对于投两场比赛是于在投两场投两场比赛我是满意的就是说就是说因为毕竟以中国队目前的情况呃他你不能指望他打的打的多漂亮但是呢从比从这个结果来看我是满意的所以说就这么个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呃重头戏啊我们来说一说这场比赛的赛前情况 那么赛前情况呢就是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提到就是赛前他的双方可以说是火药味十足就非常的诡异我只能说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火药味会变得如此的的浓郁因为就是我们在赛前嗯在董球地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所谓的韩国媒体评判 呃就是呃呃说中国说中国读球的就是呃就是很有挑事意味着用那种很轻蔑呀很有挑事意味着这种情绪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那自然把他大家的伙计都给挑起来了那呃说实说实话我觉得就是你这种机器群众怒火 机器群众怒火的这个 这个 举动吧是可以调控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给调控成这样 就是好像就是说有意让我们去 对吧特别去 敌视这个韩国队因为说实话就这些韩国所谓之韩美 就你知道他什么没就是你知道他是什么媒体就是 你知道他多大媒体是不是那种 街边小小报冰角料媒体那 这种了 那我觉得就没必要但是呢那既然爆了大家的情绪上来了 那结果呢我们呢就是说希望这个韩世豪多带几个果篮去 呃缠的去这个狠狠的犯规把他们给韩国球员的腿给缠断 呃对此呢我只能说就是韩世豪当时这么干对吧 全网都是批评他的都是骂他的结果现在就 变成赞扬他的了 因为之前韦世豪这么干 上次韦世豪这么干 是亚冠写小走赛 他这么干的结果 又直接导致武汉三镇输球 原本领先他这么一干 完了输球了最后 所以说就这么干呢 咱就我是比较不同意的 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因为我后来说实话 我后来我看了看 吴磊的Instagram 发现那人 那韩国球迷 对他对吧 也说的话也非常的恶劣 所以说我呢 我也就对吧 我对此当然没什么好说的 我觉得对吧 中国球迷这么说 虽然说确实说实话有些恶劣 但是球迷嘛 这个足球嘛 足球它就是个世界型运动 它就是会让人头脑发热 会让人变得非常的 充满了激情 那么激情过头了就是这个副作用 所以说就没什么可说的 对吧 人家骂我们 我们骂不去 这就是足球 对 就我现在在沐尼黑吧 我之前看过几次 拜人的比 拜人的比赛嘛 那人家拜人的比赛 那拜人球迷 对拜人球员在场上 基本上也都是 对吧 你拜人球 就肯定是 无脑户 对对方的球 的球员肯定是 直接踩 就无论如何 直接踩 枪口 一致 一致 对外 从来都是这样 那拜人球迷都这样 拜人球迷对俱乐部上上线如此 我们对国家队是这个态度 其有可原 真是合行合理 对 然后说呢 这是场外球迷 然后说呢 就接下来会就出了这么个事 就是 有中国球迷 去给韩国国家队 阶级 这个里的中国球迷 指的是就 呃 中国 身为中国人的 足球球迷 就不是说中国队的球迷 就他们给 韩国队 阶级 这个就 也是很有争议 但是呢 就我的看法就是跟 对吧 呃 知名猪 猪球博主 王主席 王主席 齐胜 这个 的观点差不多 我觉得呢 这个呢 也是可以大事 化小 小事化无 就是也不是什么 也不是什么大事 对吧 那 就是毕竟呢 韩国队确实有球星 他们去 签名 那也是 呃 也是 也是 就是说 我不会这么干 但是 也是可以想象的 这也不是什么算法的事 对吧 所以说呢 我觉得大家没必要对此这么这么大贯 对这种事这么这么光火 我跟各位举个例子吧 就是我之前看德国队 德国2014年纪录片 当时是德国队出征去巴西打世界杯吧 那当时我看了一下 当时德国队所到之处 有很多很多那种 一看就是巴西人的德国球迷 的球迷 举着德国国旗 对吧 举着德国国旗啊 去欢迎 就是那些人 就是你一看 就不像是 德国人 就 就很 长得就相当巴西 相当南美的这些球迷 去给 去欢迎德国队 所以说这个 这个呢 现在我就根据这个就会看出 就是这种情况 这是 其实是 比较常有了 就可以想象到的 所以说这也不是什么 值得上纲上线的事了 这是我的看法 然后呢 就是进入比赛 那比赛呢 就是 开始呢 就出了这么两件事 一个呢 是中国球迷 这个虚韩国 韩国国歌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们呢 就是用那个 闪光笔 照韩国球员的眼睛 那个 请恕我直言 我这个真的 无法苟同 因为 我们同样不 就是中国球迷 同样不希望 其他人 虚中国 虚中国国歌吧 所以说那我们 如果就是 尊重是相互的 我们也不应该 也不应该这么着 也不应该虚 对面的这个国歌 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要给 给一部分尊重啊 就是 我是反对这么干的 就是 你在现场这么干 是 虚国歌 这是 很不尊重别人的 一个行为 就是 我觉得是 挺没底线的 说实话 因为 因为这个就是 属于 就是 有一点点 没有下线 所以说 我是比较反对 这么干的 我觉得这是这种 就真的就是 太没素质了 这种情况 至于那个 弄荧光笔呢 那咱说实话 就是说这种情况呢 之前非洲 非洲杯啊 非洲杯逸选赛 那些人才 这么干 我觉得 真没必要 真没必要 真没必要这么干 当然了 就是说你这么干的话 就就这么没素质 就是 就这种干 就是我觉得 我记得是违规的 我记得这么干 首先就是违 就是违规的 包括前的那个 我记得也 不是 也很是 违反体育道德的 所以说呢 就这么干 是别人 如果对我们这么干 我们也会很 很恼火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 在场上这么干 是有些过 有些过分了 就是我们在场下 在网上可以 对吧 吵架 对吧 出征 这个都好 这个都 正常 这是 网络上上的事情 可以这么干 但是你说 在真的在场上 这么干的话 我觉得是 不合适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 也导致吧 对吧 你说对吧 孙行民 他进完球之后 跑到中国球迷区 去比那个 闭嘴的那个手势 那他也 他也可以说 说对吧 你们中国 说我们这些 中国球迷区他们 鼓门 他 予以反击 然后之后 那韩国球迷 这么说呢 说实话 就 就 咱们这个 确实是处于 没理的 这么一方 也 确实就 有些 无话可说 对 然后呢 对吧 那 吴磊之后 还跟他 去交涉 那说实话 这个呢 我觉得 两方球员 干的事呢 其实 都各有各的道理了 因为毕竟 对吧 你 这个孙行民 需要 给他那个锅歌啊 这个 出头 也需要 那个 对吧 展示 也需要 就是 对 主场球迷 进行这么一种 示威 因为说实话 就是 对 对面 球场 对面 对手球迷 虚声的这个动作 在足球场里是 很 常见的 一种行为 对 但是 这个 你们如果说 因此呢 就是 从此之后 对吧 就 站 就 讨厌 孙行民 这个球员 我觉得这也是 个人的看法 这个 无可厚非 当然我只是说 我的看法 但是我的看法呢 就是 不能说强下给别人 所以说 大家都可以有 各自的选择了 对 说到这里 而乌磊呢 他之后呢 去制止 就是说上去交涉 对吧 跟 魏瑟 跟孙行民 进行交涉 我认为呢 这也是一种 负责任的表现 就是乌磊呢 他就说 虽然 对吧 你 你可以说 球迷没礼 但是现场的球员呢 那必须要 对吧 无条件 跟球迷站在一起 不管说这个球迷 怎么怎么 呃 球迷们怎么的 怎么样 所以说乌磊呢 就站出来跟孙行民交涉 我觉得这 这也挺好 对吧 这也是 对吧 给球迷 对吧 站台 给球迷负责 所以说这个 这个都是 呃 我觉得挺好说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重头戏啊 现场 有韩国支持者 韩国支持者 或者说就是 所谓之孙行民 人迷 热刺球迷 穿着热刺球 热刺球 球衣 到中国队 主场球迷区 进行挑衅 在孙行民进球之后 他们进行了挑衅 那么然后呢 就遭到中国球迷的 这个围攻 有几个男 跟这个 几个这个男球迷 发生了肢体冲 冲撞 那几个女球迷 倒是没有 但是说这 总之呢 这就闹到最后 就是出动了 这个保安 呃 以此受伤 那么对此呢 我的看法就是说 这个呢 中国球迷 没有没有做错什么 没有做 没有做错什么 因为就 很多人就可能 就说说什么 你中国球迷啊 这没素质啊 这个 对方对吧 穿的那个球 球衣都都容不下 那我就说 我就实 我就这么说吧 没素质的 不是中国球迷 是那些来 来点挑衅中国球迷的人 是他们没 没素质 你穿着 你穿着对手球 对手 球队的球 球 球衣 对手球员的球衣 来 过来 跟其他球迷 进行挑衅 这就是 耀武扬威 仗着自己 支持着球队 怎么着 更强 了不起 就来这 对吧 挑衅其他球迷 这就是一种 很没素质 很没底线的 这么一 就这么一种表现 这种 这种 这种行为 任何球迷 都不会支持 咱就这么说吧 你说如果咱们中国球迷 对吧 跑去 韩国 跑去人家 对吧 对手 球迷区 对手的球迷区 已经圈好的球迷区里面 挑衅对手 挑衅他们 那被围攻 那我说实话 我也不 我也不 不护士 我觉得 这就活该 这就 没素质 这就很没素质 这就 很没 很没下见 这就是一种 对吧 找 作死的 这个行为 那么他呢 也理所当然 应该承担 他这种行为的 后果 他自己应该 独自承担 他所做的行为 的这种后果 那么 而至于中国球迷的反应呢 咱就 我说实话 没看出来 怎么被素质 因为 这种行为 如果 咱就 放在任何 任何地方 就是 就放在 放在南美 放在欧洲 放在英国 对吧 下场都会很惨 下场比我们 比在这 比这几个人 惨多了 对吧 直接上去 拳脚 行 行叫 甭管你是男的 还是女 女的 那 那打出什么事呢 我可不敢保证 对吧 那正好 那 打完这场比赛之后 巴西阿根廷那边 球迷直接现场 现场冲突 现场户 现场户 户欧 那您说这没素质吗 不能说 那 就是说 球迷 他本身 在光赛中 是一种 极度亢奋的状态 极度热血 澎湃的状态 那你在这来 挑衅他们 那这无疑就是 对吧 火上浇油 那 这下场 我觉得就 被揍 被揍 揍成啥 啥眼 都是他 自找的 对吧 那 我当时呢 对吧 还有 还有人 我当时在这个 其他地方这么说 还有人怼我 说什么 对吧 在加拿大 不 不 不这样 那我咱就说实话 就是 就是 加拿大 咱这 足 足球 没有 南美和欧洲的足球 更有说服力 所以说 这 这我觉得就 纯属胡扯 要是有人说 拿这个 拿这种事 来论述 说什么 中国 中国球迷素质低下 那 这个就是 纯属 无脑黑 这 这就是 值得被唾弃的 这种行为 就是值得被唾弃的 不管是哪个球迷 这么干 而这次 恰好 这次就对方球迷 这么干 那就 被我们反击 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对 所以说 就 所以说 这就是我对 我对这个 对重量 重量级的这个事情 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然后最后 再说说我的 一些观点 这个观点 就会 我会说的 比较含糊一些 因为呢 就 我觉得这件事的 判断呢 就是 我说实话 我 我就是很难想象 能发生这种事 因为 怎么说呢 就是 国内 你想想看 热刺球迷 孙青敏 人迷 不管是热刺 还是孙青敏 在中国的热度 并没有多高 仅限于球迷圈 那么如果身为球迷 那么都知 那么应该都清楚 在你 对吧 你客队球迷 你去主 客队球迷 去主队球迷 去挑衅 是什么后果 以及 是 这是 是什么后果 是什么下场 是什么代价 是 会造成什么 这个 是可 这个 他们应该都心 心里有数 我相信他们是 不太可能 会真这么干的 尤其是你看 那现场也来了 也有韩国球 韩国球迷 坐在主场去 但人家就 对吧 很冷静 对吧 很有礼貌 在 在现场表演 就没有说什么 那种挑衅的 对吧 这才是 对吧 正常的球迷应该干的 这就是正常的球迷 应该干的 而反过那上面 那几个球迷 那完全不像是球迷 就任何球迷 都不会这么干 而且还有就是说 你说像现在 对吧 你说喜欢韩国 的 中国人 说实话 我觉得也不多了 你韩流在 中国流行的话 那也是 我小时候的事了 现在的话 现在的话 没有这 没有这种情况 而至于你说什么 在中国的这个 韩国人过来 捧场 那中国的韩国人 捧场 你韩国人 买票的时候 就直接给你显示了 哪哪哪是 韩国球迷区 就去那啊 对吧 来中国球迷区 干什么 没有道理 这就 很没有道理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就 这种这个 我觉得 没准就是反串 没准就是反串 没准我觉得就 咱可以上升到 上升上升 咱就上升到 说什么 对吧 你挑起这个 双方关系的恶 的恶劣 因为说实话 这次就 气氛诡异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上次 日本队来中国 击比赛 那也就是 上个市医赛嘛 也没有这种激烈的 这个火药味啊 对吧 就有的时候 我就觉得挺莫名其 奇妙药的这种情绪 但是我觉得就是 可能就是 有人主 故意在 进行这种挑动 行 我今天就先说 这么多了啊 各位拜拜 拜拜